在15年前,国族进入韩日世界杯,但是直到今天,我们还不清楚下一次还要等多久,中国是全世界足球迷对多的国家,但每次一说中国足球就像是往中国球迷的伤口上撒盐一样难受,一直以来13亿中国人竟找不出11个能踢世界杯的人。 虽然成绩并不理想,但是最让球迷伤心的莫过于假赌黑的那些年,所谓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,好几块臭肉还老得,正是这些社会败类让中国足球荒废了有20年之久。 谢亚龙曾担任过中国足协副主席,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,其上任之后给中国足球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,他推选佩恩才作为女足教练,中国女足一下子变成了亚洲二流球队。 后来在男足这一块,谢亚龙让郑雄当国少教练,贾秀全当国亲教练,还有朱广互和拉肚组合来执交国族。 后来男足的成绩真可谓是惨不忍睹,直到2010年,谢亚龙因收受贿赂操纵比赛,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,没收个人财产。 杨怡明出任过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,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,中朝董事,还有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。 2010年,杨怡明因收受贿赂操纵比赛,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,并处罚金20万元。 男勇曾担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和国家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,在2001年。 年的时候率领中国男足提前获得进入世界杯的入场券,而且男勇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受到大家赞誉。 但是在2010年,男勇因收受贿赂操纵比赛,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,并处罚金20万元。 魏绍辉是原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领队,已搭嘴在圈内出名,曾在公开场合直接评价国家队主力后为李伟峰智商低。 2010年,魏绍辉因收受贿赂操纵比赛,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,并处罚金20万元。 陆俊是唯一一个参加过世界杯执法的中国裁判。 在国内,陆俊也一直都是裁判界大哥级人物。 很多重大比赛租鞋都选择让陆俊持法。 2011年,陆俊被曝在2003年中国足球甲级A祖联赛中受贿35万,帮助申花赢得冠军。 2012年,陆俊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06个月,并处罚金10万元。 纵观中国足球史也曾有过不错的战绩,但是修为终究看个人。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们能够多多吸取教训,早日提出好成绩,成绩差也不要紧,千万不要再出现以上几个人的行为了。